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曾经有一个家境贫寒的小木匠 为了雕花好看 自己摸索着学画画 他27岁的时候 遇到了一位老师 主动要教他画画写字 多年以后 这个曾经的小木匠 让绘画大师毕加索都对他赞不绝口 后来 这位小木匠画的画 拍出了9亿人民币的天价 他是谁呢 我想大家一定能够猜得出来 我提示一下 他画的虾无人能及 对 他就是著名的国画大家 齐白石先生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 由齐白石先生自己所写的回忆录 《大将之门齐白石回忆录》 我们从中去认识一下他的生平第一诗 27岁时主动要教他画画的那位老师 看一看这对诗生之间有着怎样传奇的故事 光绪十五年 我二十七岁 过了年 我到赖家笼去做活 有一天 我正在雕花 赖家的人来叫我说 寿三爷来了 要见见你 我想 这有什么事呢 但又不能不去 见了寿三爷 我照家乡的规矩 叫了他一声 三相公 寿三爷倒也挺客气 对我说 我是常到你们信子物去的 你的邻居马家是我的亲戚 常说起你 人很聪明 又能用功 只因你常在外边做活 从没有见到过 今天在这里遇上了 我也看到你的话了 很可以造就啊 又问我 愿不愿意 再读读书 学学画呢 我一一地回答 最后说 读书学画 我是很愿意 只是家里穷 书也读不起 画也学不起啊 寿三爷说 那怕什么 你要是有志气 可以一面读书学画 一面靠卖画养家 也能对付得过去啊 你如愿意的话 等这里的活做完了 就到我家里来谈谈 这位寿三爷 名叫胡子卓 号叫庆元 性情很慷慨 喜欢交朋友 收藏了不少名人字画 他自己能写汉历 绘画公笔 花鸟草虫 作诗也做得很清理 他家附近有个藕花池 他的书房就取名为 藕花银馆 时常邀集朋友 在内举行诗会 人家把他比作孔北海 说是坐上客厂满 尊重久不空啊 他们韶堂姓胡 原是有名的财主 但是寿三爷这一房 因为他提倡风雅 素广交友 景况并不太富裕 可见 他的人品 确是很高的 我在赖家龙完工之后 回家说了情形 就到韶堂胡家 那天正是他们诗会的日子 到了很多人 寿三爷听说我到了 很是高兴 当天就留我同诗会的朋友们 一起吃午饭 并介绍我 见了他家 言聘的教读老夫子 这位老夫子名叫陈作勋 学问很好 相谈的名诗 吃饭的时候 寿三爷又问我 你如愿意读书的话 就拜陈老夫子的门吧 不过你父母知道不知道 我说父母倒也愿意 叫我听三相公的话 就是穷 话还没说完 寿三爷拦住了我说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你就卖话养家 你的话可以卖出钱来 别担忧嘛 我说只怕我岁数大了 来不及啊 寿三爷又说 你是读过三字经的 苏老全二十七 始发奋读书籍 你今年二十七岁 何不学学苏老全呢 陈老夫子也接着说 你如果愿意读书 我不收你的学奉险 同系的人都说 读书拜陈老夫子 学话拜寿三爷 拜了这两位老师 你还怕不成名吗 我说三相公栽培 我的后裔 我是感激不尽呀 寿三爷说 别三相公了 以后就叫我老师吧 当下就决定了 吃过了午饭 按照老规矩 先拜了孔夫子 我就拜了胡诚二位 做我的老师了 我拜师之后 就在胡家住下 两位老师商量了一下 给我取了一个名字 单名叫做黄 又取了一个号 叫做冰生 因为我家住在白石铺附近 又取了个别号 叫做白石山人 预备提画所用 亲人师常对我说 石要瘦 树要驱 鸟要活 手要熟 利益布局 用笔设色 事事要有法度 处处要合规矩 才能画成一幅好画呀 他把珍藏的古今名人字画 叫我仔细观摩 又介绍了一位谭理生 叫我跟他学山水画 我常常画了画 拿给亲人师看 他都给我提上了诗 他还对我说 你学学作诗吧 光绘画 不会作诗 总是美中不足呀 那时正是三月天气 火花银馆前面 牡丹盛开 亲人师约及诗会同仁 赏花赴诗 他也叫我加入 我放大了胆子 做了一首七诀 教了上去 恐怕做得太不像样 给人笑话 心里有些跳动 亲人师看了 却面带笑容 点着头说 做得还不错 有寄托呀 说着又念叨 墨献牡丹 称富贵 却熟离局 有鱼竿 这两句 不但意思好 十三坛的甘字韵 压得也很稳啊 说得很多诗友 都未弄上来 大家看了都说 冰生 是有聪明笔录的 别看他根基差 却有姓林 诗友别才 一点也不错呀 这一炮 居然放响了 是我料想不到的 从此 我摸索得了 作诗的诀窍 常常做了 向两位老师 请教 在庆元诗的指导下 齐白石的画 画得好 诗也写得非常棒 我们来翻开这本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齐白石虾线 一起来欣赏一下 齐白石的诗和画 后来啊 胡静元先生去世的时候 齐白石得知了消息 十分悲痛地说 他老人家 不但是我的恩师 也可以说 是我生平第一之己 我今日略有成就 饮水思源 都是出于 他老人家的栽培 的确 正是胡沁元先生的 慧眼食材 和他对齐白石 如师如有的关怀栽培 才成就了一代大事 好了 今天我们的分享 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再会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